暂时联手也可以 不过只限于脱困此地 至于以后能不能找到南荒奎地的遗迹 便看各自的机缘了 摩羁沉默不语 伴上后才长吐了一口气的说道 好 摩羁道友果然是爽快之人 那便一言为定 猎神天见风谣同意 当即仰天大笑的说道 只是二人都心知肚明 这份盟约根本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只等找到遗迹之时 很有可能便是二人翻脸之时 说起来鬼没之中 虽然传闻中极为危险 二人却不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以前进入这里的修士 据说秋为最高也只是真丹镜而已 看来这沙尘宝 还要等一段时间才会平息下来 你我还是趁此时间恢复一下法力 然后再共同出手 闯出去吧 猎阵天看着外面的漫天风暴 提议道 也好 摩羁点了点头 认可了此主意 随后二人便心照不宣的 浮现了恢复法力的丹药 各自的找了一处角落 盘膝打坐起来 沙族之人聚集的绿洲沙满城之外 时不时便会卷起一阵沙尘宝 但是不管多大的风暴 到了绿洲附近便会自动消散 或者自行绕道而过 一名相貌普通的灰袍青年 从沙满城之中缓步走出 目光环视四周后 随即走到不远处的一座沙丘之上 盘膝而坐 正是误入这片黑色沙漠的柳明 转眼间 他来到这绿洲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对于这里的情况 也多少有不少的了解 特别是在看了一个 以前流浪在此的 南蛮修士遗留的手稿之后 这处诡异的沙漠的来历 还有关于这里的传闻 才在柳明脑海中 渐渐清晰起来 鬼没的传闻 他以前并没有听说过 并不奇怪 柳明到南蛮虽然也有一段时间 但大部分都是在炼丹 修炼 和人接触的时间并不多 怎可能特意打探 这些传闻之中的东西 而即是现在 柳明也对那个所谓的 南蛮魁帝的遗迹 并不是很在意 关心的重点 是如何从这里走出去 毕竟那位南蛮魁帝 身为通玄大能之士 即使有些东西留在此地 也根本不是区区一名 华精的修士能够染指的 随便留下一个禁止 都能够将其轻易地灭杀掉 而根据他这些天的耳闻目睹 这些沙族人 似乎和这位南蛮的魁帝 倒有渊源 话里话外 都有对那数万年前 陨落的通玄大能 净若神明 可惜在具体的消息 其就不方便详细追问下去了 柳明一番思念过后 双手一掐绝 闭上了双目 进入了入定当中 半晌后 他睁开了眼睛 轻叹了一声 沙族人说的没错 此地的天地元气 异常稀薄 根本不适合 外来修士修炼的 此地的沙族之人 凭借特殊的体质 可以直接汲取 地下深处的元气 价以修炼 但对于外来修士来说 汲取速度下降了 何止百倍以上 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甚至时间长了 本身法力 也会缓缓地散去 从而导致 境界真正跌落 他好在还带着一些 运灵丹和金元丹在身 短时间之内 不用担心此事 但真正像沙族大长老所说的 在这里待上个数年的话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既然在此修炼如此困难 有名自然也在懒得 做着无用的事情 索性 仰躺在了沙丘上 抬头仰望着 黄蒙蒙的天空 有些正正地发呆起来 自从套入修炼界开始 他心中所思所想 从没有离开过修炼儿子 这么多年下来 还真是有些累了 眼前的沙漠黑沙漫漫 天空之中 也是阴沉沉的一片昏黄 可以说毫无景致可言 但在柳鸣眼中 却是难得一见的奇景 一望无际的黑色荒漠 浩渺万里 坦荡无银 在昏黄色的天空映照下 显得极其壮观 如此景象 视然一望之下 便突然升起了一股 悲戏之感 柳鸣正正地看了一阵 心境竟然有些空灵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他突然心中一动下 单手一个翻转 手中木然多出了一块 银白色矿石 呼拉一下 柳鸣手上 突然燃起了一团赤色火焰 将矿石裹在其中 轻刻间便融化成了一团银色液体 另一只手则轻轻一俯下 液体凝固成形 片隔之后便画白了一柄 大约两尺长的银色长销 有名眼中 泛起了一丝追忆之色 将银销 放在嘴边 吹奏了起来 一阵悠然的销声 缓缓奏起 如生腾的云雾一般 飘渺无一 幽远绵长 销声一会儿婉转七轻 一会儿悲凉高亢 一会儿又滴滴如丝 让人闻之 不由得心思牵动 深色枉然 这小季 还是他幼时在胸岛上 跟一位精通词道的囚徒所学 虽然自从踏上修仙之路以后 还是第一次有时间再次吹奏 但和以前相比 仍是天壤之别 虽然其心中所思 销声不由自主的 蕴含了淡淡的思乡之情 音调越发的 低沉婉转 便在此刻 一名身披雪白裙衣 面纱蒙面的少女 无声无息的 在柳明身后不远处 闪现而出 正而其先前注意到的 那名化精气息的 沙族少女 此刻的少女 翘坐而立 雪白熬臂交叉于背后 外露一双美眸中 秋水流转 伴着小沙丘之上的灰袍青年 远处吹来的徐徐微风 不时将透明的白沙 微微掀起 露出其中一张 吹唐可破的轻视熔眼 同时扬起了淡淡的黑色沙尘 在婉转悠扬的 销声衬托下 吹拂在脸上 似乎也柔和了起来 柳明却仿佛味觉一般 突自吹奏着 口中的银白色长销 仿佛这一刻天底之间 只有手中的这一只长销 再无其他了 而少女也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一动不动地倾听的销声 目中渐渐地有些迷离起来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掉了 荒漠飞烟 孤梁沙丘 对空吹枭的男子 静静聆听的妙龄少女 这一切勾勒出了一幅 凄凉苍美的画卷 阴影透出一股飘逸空灵之感 一曲终了 销声渐渐低沉 终于化为乌有 姑娘到此许久了 是有什么事吗 柳明轻轻地放下手中的银箫 从沙粒之上站起身后 才一个转身的 平静地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沙族少女并没有回答柳明所问 凡而饶有兴致地 看她的手中的银白色长霄 柳明还是第一次听此女开口 声音如猪欲轻盈一般的温软清脆 长霄 一种寻常乐器 柳明淡淡地回答道 沙族这人困守在这片鬼没当中 和外界几乎完全断绝交流 不知道长霄的存在 并不奇怪 乐器我们这里也有 这长霄道士第一次见过 不过她的声音很好听 我很喜欢 沙族少女眼波流软 此次一笑地说道 眼眸闪动下 犹如九天星光 让丝终一切都为之黯然失色 姑娘 你又赞了 柳明微微点头 算是回了一里 脸色平静 心中却闪过了一丝疑惑 经过这半个月时间的流行观察 她早发现 这个沙族少女 似乎是沙族不忠 地位颇高之人 和其没有任何交集 怎会突然主动来找自己攀谈起来 听其他人说 你在外面走过很多地方 这可是真的吗 少女画风一转 突然这样的问道 这倒是不假 刘某的确去过不少地方 柳明点了眼头 心中还是不知对方的来意 既然这样 可以和我说说外面的事情吗 不要说那些已经 从其他族人说过的 给我讲一下 你没有讲过的事情 沙族少女 严然一笑 一拢裙摆 竟在柳明身旁坐了下来 同时明眸 有些期待地看过来 柳明的鼻中 顿时传过了一股 淡淡的处子幽香 当即心中一动 再看了少女一眼 但见其目光清澈 心中顿时有些豁然 姑娘想知道什么 在下自然是知无不言 柳明微微一笑地回道 这沙族少女 虽然有着画精出奇的修为 但性格却颇为纯真 文言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倒真是毫不客气地 问了很多外面的事情 杂七杂八的 但比起其他族人的 此前林林总总所要问的 要仔细具体的多了 柳明也耐下了性子 除了事关自己的事情 不方便说之外 其他的都一一告知了 结果二人就这样的 一问一答之下 便是足足有大半个时辰之久 天后不早了 今天多谢柳兄了 我还有事情 就先回去了 少女虽然满脸意犹未尽的样子 但看了看天边后 还是站起身来 说出了告辞的话语 哪里 和姑娘聊天 也是在下受益匪浅 柳明一笑地回道 刚刚谈话之时 她也趁机问了一些 有关于这鬼没的事情 也得到了一些 想知道的事情 沙族少女淡淡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表体呼得灵光一起 就化为一阵风沙 朝着绿洲那边席卷而去 柳明看着少女离去的方向 目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后 一阵丝丝的沙鸣之声 骤然从不远处传来 距离她所坐的沙丘的数十里外 一座黑茫茫的沙木 朝这边席卷过来 慢慢黑沙掠过 小半个天空都被遮盖住了 又起沙尘暴了 柳明见此颇为无奈的南南说道 生活在这种地方 整天要面对 这时不时袭来的漫田黑沙 还是十分的不好受的 随后她也大不得 向绿洲走去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沙漫城所在的绿洲外的沙尘暴 出现的疲率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日渐的频繁起来 即便是沙族之人 平日里外出手里的次数 也随之减少起来 只是这些对柳明却毫无影响 她依旧每天在绿洲的各处闲逛 差不多傍晚时分 她便回到城外的沙丘旁 吹走长销 疏解情绪 而每当这个时候 这名沙族的角色少女也会准时出现 也不言语 只静静地触力聆听 柳明一人独走 不免无趣 有这么一个听众倒也是无伤大雅 一来二去 二人也逐渐地熟悉了起来 沙族少女每次听完之后 都会询问一些外面修炼界的事情 让柳明奇怪的是 此女对男蛮之事兴趣凡凡 反倒经常问起有关中天大陆八大世家的事情 柳明自然有些疑惑 自然也不会去寻根问底去 这一天 悠扬的曲声在无垠的大漠缓缓飘荡 一曲终了 柳明缓缓起身 将手中长胶以收而起 而沙族少女在其身后静静地看着她 轻澈的双眸中阵阵波光流转 突然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叫沙楚儿 柳明文言已争 随后便回首笑道 说起来我也没有自报过姓名 在下柳明 话音未落 距离二人十余帐外的黑色沙地之上 突然喷了一声 黑沙似箭 从中窜出了一道黄色身影 黄颖一跃而起 飞快地往前一扑 静直地朝着沙楚儿袭来 这一番变故发生突然 如同电光火石一般 而黄颖距离两人如此近 二人竟然先前一点都没有发现 柳明眼神骤然一冷 眉心惊光一闪 一柄寸许长的金色小剑 击射而出 凌峰长至数尺大小 散发着灵力无匹的剑气 一卷而出 沙楚儿虽然有着化精气的修为 但应敌对战的经验 明显不如柳明丰富 反应稍稍慢了一瞬 待其转过身来时 金光已经切其身侧飞过 扑的一声 黄颖骤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 便在雪光中 重重跌落在了附近的沙地上 沙楚儿轻吐了一口气 先向柳明露出了一丝感激之色 待其在看清楚沙地之物后 当即花容大便 但见沙地之上 躺着一只沾满土黄色长毛的狼形妖兽 双耳树立 额骨突出 身躯以为剑光抛肠开肚 暗红色的血液内脏流了一地 一颗冒着热血的心脏 还在微微抽搐着 此兽眉眼低垂 乍一看还以为 就是一只瘦小的土狗 然而 待看到其灰褐色的肠尾 满口刁牙 才知道这必是一种嗜血的凶手 柳明看着地上的妖兽尸体 眼中也不禁得闪过了一丝异色 此兽虽然貌不惊人 但是全身各处皆是坚硬无比 刚刚他出手看似轻描淡写 但实际却一出手 便是用上了四五分的力气 而且还催动徐玉空飞剑 次等园灵飞剑 才勉强破开了此兽的防御 这是沙柴 柳兄小心 此种妖兽一向撑群结队 绝不可能只有一只出现的 沙褲口中飞快地说道 同时单手一抬 四周黑沙瞬间在其手中 凝聚成了一把杖许长的杀刃 同时满脸警惕之色地看着四周 柳明文言眉头一皱 将远灵飞剑一朝而回 握于手中 并欲开口发问 就在这时 周围的沙沙声似起 几道黄色虚影闪动间 竟又从沙土中冲出了几条沙柴 口中嘶鸣之声不绝地 将柳明二人围在了中间 其中一头体型略大的沙柴 猛然地抬起前爪 仰天长笑一声 身情急速地越过重柴 一个闪动的便来到了二人的面前 这妖兽的目光越过二人 凝望了一眼沙褲身后的沙柴尸体后 乌烟一声后 又突然昂头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奸笑 笑声凄厉无比 显然这头被柳明斩杀的沙柴 应该是其子嗣 待到这妖兽 低手在看向二人之时 眼神便突然变得冰冷起来 接着 只见他眉头之间 複然浮现出了一道绿色细线 随即缓缓睁开了一只绿色竖眼 一道诡异的绿色光柱 从中一闪而出 对着柳明二人击视而去 柳明目光闪烁 正要出手抵挡 却见一旁的沙柴尸 早有所预料一般 双手飞快的一掐绝 两人身前 呼得凝出了一道沙墙 感谢收听 摩天计